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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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磨磨陣陣的工作 全部殺掉就好了 還真正給人貼麻煩、貼疲勞呢 蛤? 這下可不妙啊 他跟明菜還是有點關係的 本故事的主角是橘、柳太郎 怕麻煩的陶藝家 他創造出的作品 有著獨特的造型 以及豐富、深度的色澤 都受到高的評價 狂熱愛好者也很多 藍圓安安喔 我已經發現了沒關係 就這樣吧 這是柳太郎所遭遇的 非日常故事的其中之一 也是最後一集了 唉 不過 你也真是悠閒了 深 每次有空間 就專程從雲出來到這裡 如果是我的話 根本不會出門 裡面留在家裡滾來滾去 嗯 別把我跟柳太郎混為一談 等我一下喔 好 幾日明菜 今天雪小姐也來了 稍微提起一下乾淨吧 好 雪小姐就是我們第二集裡面出現的那個女生 那麼 趕緊回家吧 好大一根蘿蔔喔 怎麼會這樣 對不起 你沒事吧 你才是 沒有受傷吧 我不要緊 比起這個 你的東西 喔好快 謝謝你的幫忙 你怎麼感覺快哭出來了 我唸錯了是不是 你怎麼感覺快哭出來了 嗯 嗯 現在廣告版的都會有廣告喔 這廣告不是我下的喔 我 我 我還沒有辦法可以下廣告這種事情 嗯 沒辦法 那是 你使用免費的twitch就要付出的一些代價 呵呵 好 喔 遊戲名稱的是 呃 我 我剛剛 剛剛硬告訴我我打錯了 可是想想 還沒有笑點的我就不改了 呵呵呵 可是 可是那個 呃 遊戲實況裡面有改啊 呵呵 首先第一個人是 徹底更除日吉霞的血脈 日吉霞的血脈 喔不能跳掉 對 喂喂 你也太沒有幹勁了吧 因為雪小姐來了 我也得拿出看家本領啊 明菜妹妹廚藝很拿手 好期待呢 如果 我也能像明菜妹妹那樣 會做菜的話 就可以當有太陽的老婆了 雪笨手蹦腳的 恐怕做不來吧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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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什麼都沒有說 把刀收起來吧 呃 是嗎 唉 師傅真是恥 咦 這是什麼 好像是個掛軸 你買這種東西做什麼 不 我沒有買什麼掛軸什麼的 欸 看起來是一個 人 總覺得 看這幅掛軸 心情就難過起來了 會嗎 噢 欸 欸欸欸欸 這也太誇張太快了吧 師父 等等明菜 別拉我的袖子 欸 有太陽 雖然 它們又被帶到虛世了吧 是啊 我們也只能等待了嗎 好 那這一次的故事呢 血跟肌肉應該就不會出現了 雖然麻煩 但這下就得去找找看 回去原本世界的方法了 對啊 因為我習慣了 好 那我們就要找回去虛勢的方法 這裡有留言 寫什麼呢 而且還是被放在 風之間的那種地方裡 完全不明白在說什麼 神裝 放著毛筆 對啊 每集都要走回去的方法 明明每次都跟我沒關係 第一集是我路過 蛤蛤蛤 什麼被捅 好想快點回家滾來滾去 會被雪小姐捅的喔 捅什麼 你要捅什麼 好 剛剛在那幅跨軸 跨軸裡的跨軸 真的很複雜呢 咦 為什麼我聲音無法傳達給你 明明 你就在我眼前哭泣 嗯 剛剛那是 師傅也能看得到嗎 嗯 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 那...呃...有人在我眼前哭泣 對啊 我是這麼想的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第二集死法就是那樣啊 放著米袋 鏡子裡照樣出自己的模樣 可以感覺到李鑫了 李鑫 想喝熱茶 要幫你倒嗎 欸 這樣可以直接跨過來 放置的神龕 這壺稍微遜色點 放著木材 欸欸欸 等等等 我看沒看 好 哇 我就討厭虛世 這邊是境外 境外 喔 這可以存檔吧 欸 好 欸 等一下 好 打不開 感覺有一股很討厭的視線 討厭的視線 是嗎 有留這種名 對啊 是作者的名字啊 我剛剛以為你是說真正的名字 打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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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乾脆全部都打不開就好啦 打不開 喔 欸 這個橋該不是 剛剛畫上面那個橋吧 打不開 我現在根本是隨便亂走 我現在根本是隨便亂走 嗯 對 我現在只能隨便亂走 打不開 真的假的 全部都打不開 放著木材 木材 來 好 呃 蛤 理心就是作者啊 等一下 全部都打不開是怎麼回事 這邊可以去嗎 欸 找不到可以去的地方 找不到可以去的地方 丁虎安安喔 欸 欸 那我現在要做什麼呢 欸 這個是什麼東西 沒有東西 這邊嗎 沒有 這石頭把我擋住了 打不開 我剛剛有漏掉東西嗎 打不開 我剛剛有漏掉東西嗎 打不開 這裡有視線 所以說要找人嗎 啊 有沒有剛開始還沒開始玩就卡關的啊 正外 不是境外 正外 這個 奇怪 怎麼會卡住呢 啊 放心啊 那個機器人我已經把他BAN掉了 所以說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移除他欸 奇怪 我說你找不到代碼 好啦 把機器人BAN掉他應該不會出來鬧死 找狸貓 等一下 這邊好像有條路可以走 現在不是要找狸貓啊 現在我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啊 這邊這邊 喔 進入劇情了 欸 那處橋就是跨走狸貓 描繪的地方 看來的確如此呢 有個女生在庫等一下 你不要再去好吧 我明 明 明 明菜 我就說吧 你幹嘛 我要說呢 你看媽 呵 蹬住我一點 總之先逃走吧 她頭會跑 它 頭會會跑 呃? 我是要追逐了嗎 為什麼給我存檔點 欸? ㄟ?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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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發什麼事情 等一下 死掉了 它會怎麼從前面冒出來 ㄟ 等一下 按錯了 為什麼會從前面畫出來 喔 喔 OK 可是我要去哪裡啊 我是不是被..我是不是被卡住了 我..我是被強迫到這個地方嗎 喔 這怎麼玩啊 等一下 它打不開喔 它從上面走下來了 它從.. 喔 呵呵呵 不會太難喔 它從.. 它從.. 它從房子上面走下來了 它從房子上面慢慢的爬下來了 呵呵呵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有點奇怪 慢慢來慢慢來 呵呵 欸..呵呵 我要去哪裡啊 反正只有兩格而已 我要走欸 唉唷 等一下 等一下 噢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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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呵呵 要你到廟那邊吧 好 血淫安安喔 呵呵 我剛剛是沒有漏掉了 漏掉了 嗯 好好好 我們去湖那邊 噢 噢 來 來 OK OK 來來來 啊喔 唉唷 好煩喔 呵呵呵 欸 這會被嚇到的 奇怪 我對這個到.. 倒是沒有折 等一下 等一下 怎麼辦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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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像有點難 呵呵 對啊 瞬間移動好猛喔 好 我們要慢慢來 不要急 噢 玩到重點開始了 不要急 不要急 慢慢來 可是它就突然出現在我面前 其實也還好啦 就慢慢來就好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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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藍玉跟 翔 翔龍 我在這裡卡關嗎 呵呵呵 太奇怪了 欸 剛剛這張突然被 噢 它從那邊冒出來 所以又被抓到了 我靠 剛剛它從這邊冒出來 啊 啊 啊 氣死我啦 怎麼弄啊 呵呵呵 怎麼過啊 糟糕了 怎麼過啊 呵呵呵 啊 喔喔喔 從後面直接貼 貼過來 好難喔 欸 它從 直接從那邊過來呢 欸 欸 欸 要怎麼去廟那邊 可以 旁邊可以走嗎 欸 唉唷 等一下等一下 我可不想死 下酒就不怕了 不是網廟 開玩笑 好 不是網廟 呃 呃 好啊 我們從頭開始 呃 好啊 我們從頭開始 不是網廟 等一下 好 不是網廟 那是往哪裡啊 呵呵呵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我們往 往 往 往前面走好 往 我們家的地方走 欸 不對不對 我知道了 嗯 欸 呃 呃 讓我們先往回頭好了 我們先去那個壺那邊 我看我們能去壺那邊看一下 反正已經被追了吧 ㄃icas 喔 離開那座橋 真的假的 欸 好啦 被抓住了 欸 原來這樣子不會被抓到 好 打不開 欸 還是會被抓到 嗯 我們想想看要怎麼辦 哈哈 要去哪裡啊 完蛋 在這裡卡住卡好久喔 這裡嗎 欸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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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喔 卡關 怎麼辦 這樣真的不太妙啊 嗯 呃 好喔 反正就隨便繞一繞吧 欸 這不是左下角 等一下 左下角應該那邊的左下角 哇 好了好了 過來這邊 過來哪邊啊 這樣子 好 嘿呵 欸 好好好 過來這邊 耶 過了 破台 欸 真是危險啊 欸 真是危險啊 沒看過我的面孔呢 你們是旅行者嗎 嗯 差不多是這麼回事吧 我在這個小鎮經營客棧 召喚木…賀滿 召喚木賀滿 是甚麼意思 我叫柳太郎 我是日吉明菜 話說回來 那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對嗎 那是… 那是… 在那條河流死去的… 女惡靈 無論是誰 只要有人一靠近河川 便會拉近水裡 欸… 可真是… 可真是性格惡劣啊 話說回來 這個世界是怎麼回事啊 我們… 呃… 我們是處在掛軸之中 對吧 掛軸之中 嗯… 在說甚麼呢 噢… 冥幻 哈哈哈 OK好 對不起我唸錯了 難道說這裡沒有… 在掛軸之中的認知嗎 看來有這種可能呢 那個女人 為什麼將我們… 接近河川的人拉進水裡呢 誰知道呢 也…呃… 這點我也不清楚呢 說不定… 小鎮體其他人知道內情了 是嗎 要去問看其他人嗎 將我們拉近這個世界的 恐怕就是那個女惡靈 看來… 要是不先解決她的話 我們就出不去了對吧 說得也是 你怎麼… 有你在掛軸之中… 的掛軸中的想法呢 呵呵呵 哎呀 那個… 那個人走路有點怪怪的 我覺得怪怪的 他有點快耶 不要太靠近河川喔 客棧 看一下這個 古人的名法 叫法 好 喔 欸… 這個面具好像哪裡見過 呵呵 我們在出雲城見過囉 嗯… 軟綿綿的想滾來滾去 木戒子娃娃 普普通通…欸這虎做得不錯 不過比我的作品銳訊一籌 師父 沒有點燈 好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 就…喔 你出現啦 那這…等一下就是我… 欸他眼睛會跟著我走耶 呵呵 好 那… 這邊就是… 這邊… 那我們就去找… 嗯…找那個… 其他的人 來問關於… 那個女惡靈… 女惡靈的事情 還有…就是我接下來要做什麼 咳… 欸 門都開了耶 真的假的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這邊禁止…先雜人等經路喔 呵呵 蛤 欸 你好快喔 走 明菜 你從那…另外一邊過去 快點 好 這個就是… 又是這個 這是龍膽呢 向日葵 這裡也曾經掛過什麼裝飾吧 山茶 出現在河川附近的惡靈… 喔 老夫…老夫是知道一點啦 真的嗎? 不過比起這個老夫的丸子怎麼還沒來呢 可以幫我去看一下情況嗎 呃…好 我們去看一下丸子 欸 他的丸子怎麼樣我怎麼知道啊 喔 這邊這邊 這間店的丸子串 真的很美味喔 好啦 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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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的丸子在哪裡 好好好 算了算了 我們先不要去找丸子 我們先去找其他人 喔 不要去河邊 等一下去河邊又死掉了 喔! 你是哪位 欸 這裡的證明真的是… 很不友善欸 那間倉庫的門開關壞掉了 現在打不開喔 如果有木賀加加代代相傳的神裝的話 就能輕輕鬆鬆的打開了吧 神裝? 這只是謠傳啦 據說只要被披上神裝的話 就會發揮比平常大好幾倍的力量呢 講到神裝我就只想到風之谷而已 啊 以前… 以前國中世紀玩的遊戲啊 好 衝過七次就是神裝對不對 忘記了 以前玩的遊戲 好 我們再看一下 周圍 這邊還是打不開 那我們就要去找神裝 好 我們去看一下 你這個變態 真的好美啊 你這個變態 打不開 你在幹什麼 呃 那邊指門 絕對不能打開喔 喔 好 好 對不起 大王跟上 以前廣一個五塊錢對不對 哎呀 以前小時候的遊戲啊 對啊 可現在好像還有 好 我們去看一下 欸 不要太靠近河川 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直接跑出來了 好 那 看起來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對啊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可以 欸 為什麼會變這樣 總之 現在那個人又蹲在那邊了對不對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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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我們要去找神裝 應該每個人都差不多都是玩 都是有玩過吧 多少都有接觸過或玩過 咳 找一下有沒有什麼神裝東西 應該是這邊 可是 好 這邊沒有東西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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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防守很好 那... 再看一下這邊 嗯? 怎麼都沒有呢? 好 不要接近河川 這樣也很好 這樣子就不會... 還要去找有什麼劇情這樣子 麻煩 技術做得很到位 飯團硬邦邦的 咳 好了好了 我不開 可是... 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做什麼呢 還是要跟你... 幫你傳達就是說 滿小姐很美這件事情嗎 奇怪 我應該所有的事情都做過了吧 我還有遺漏什麼東西嗎 嗯? 那個景看一下吧 欸? 可是那個景過不去 應該是過不去的 欸? 那我現在要做什麼 有沒有人願意給我一點點提示啊 一點點就好了 你是哪位 那我們得從頭到尾看一次 你應該要給我神裝了吧 我剛剛以為你要來罵我 你不給我神裝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呢 還說這個地方有神裝 嗯... 想喝杯熱茶 不是這裡啊 我記得這邊沒有東西 風之間再看看 我...我... 風之間在哪裡 等一下 哪裡有風之間 等一下等一下 這間是風之間嗎 等一下 我不知道哪裡是風之間球了 沒有點燈 沒有毛筆 風之間那種地方 好 風之間 可是我不知道風之間在哪裡耶 喔 風之間 這個嗎 這面具好像在哪裡見過呢 對啊 這剛剛看過了 我們來找神裝 軟綿綿的 好想到上面滾來滾去 每次都這樣講 戒指 娃娃 這個嗎 這有個奇怪的東西 嗯 喔 師傅 你做了什麼嗎 我...我什麼也沒做 喔 好漂亮 這是... 好漂亮的和服 雪看到的話一定會很開心吧 喔你... 呵呵 馬馬虎虎吧 好大刀 這是神裝吧 好大刀 這是神裝吧 有一張留言寫著什麼呢 有一張留言寫著什麼呢 這張圖 真的好嗎 試一下那個湖 能不能搬動吧 搬動 推 欸 我要從哪裡推 這樣推嗎 喔 不會吧 這玩意可真厲害 那讓我借用一下吧 欸師傅 得到...得到神裝藍 好 在持有神裝的情況下 按A鍵可以換裝 OK 喔 酷 好 也能被別人發現 喔 好好玩喔 好屁孩啊 等一下 我們去開那個門吧 我們得到神裝藍 喔 我看一下還說什麼 蛤 窗戶打開了 就這樣 好 我們先存個檔 好久沒存檔了 米糠煙菜 太重推不動就神裝藍推啊 欸 我先想看 嗯... 呃... 欸 我想想看 所以說需要把那個推進去的話 欸 那我們需要推動那一個 先隨便推推看吧 搞不好這樣運氣也好 就推中了 哇 他一推這推好遠喔 欸 等一下他把門給躲住怎麼辦 嗯... 他可以推兩個嗎 嗯... 我們想想 可以推兩個嗎 不行 咳 嗯... 哎呀 錯了錯了錯了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好 錯了錯了 嗯... 嗯... 總之... 我想要推那一個 可以推一格嗎 不行 欸 我先想看 這兩個推上去應該不會有什麼主 問題啦 只是... 嗯? 嗯... 嗯... 好像怪怪的齁 主要是我想要把這個最上面那一格啊 推上去 就可以了 可是... 我想想看 這推進去應該沒問題啊 看一下 可以 再一個 小櫻 安安 喔 好像也不對 嗯... 錯錯錯了 再想一下 這一個中間那一個小千安安喔 小千安安 嗯...這個也不對 哇小千那個字 那個冒號沒有弄好 我等一下再幫你用 嗯...我想想看 嗯... 欸...我想想看 怎麼辦 不是這樣子 對阿那只要變成一個正方形的話就不對了 嗯... 只要不要讓它變成正方形就好了 不要讓它變成正方形的 把這些礙事的東西先推開 這個往下推 不能推兩個喔 你不是拿到大力士的神裝嗎 從右邊開始 好沒關係我試試看 嗯... 這個推上去就錯了 好沒關係慢慢來 這個推上去是錯的 推下去... 推下去好像不行 看一下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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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下去... 我...我...我從後面開始推進來好了 我想想看喔 就是要把這個往上推 這個往上推 好 這個往上推 好喔 嗯... 嗯... 對... 我想要把這個... 我想要把這個... 我想要進到那裡面 嗯... 好像只能推這兩個其中一個 嗯... 可是一推就到底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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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等一下... 等一下... 拖下去... 這可以拉嗎? 這不能拉 嗯... 這樣就錯了 好... 沒關係... 我再慢慢看一下 嗯... 哇... 今天邏輯整個死掉 呵呵... 真的今天整個邏輯全部都死掉了 嗯... 這邊... 這個推對對沒有什麼影響的吧 嗯... 那杯炭也可以告訴我是推右邊還是左邊哪一個 呵呵... 呵呵... 哪樣怎樣... 哪樣可以拉 哼... 沒關係... 我是慢慢來嘛 反正... 哼... 對啊... 這樣完全沒有... 這樣可以拉... 這樣完全沒有動到其他東西 喔... 想到了... 這樣子... 耶... 成功了... 有一個奇怪的煙菜石 欸... 蛤... 蛤... 什麼... 什麼... 有一個奇怪的煙菜石 這... 這樣... 然後咧... 然後你... 你在告訴我說有一個奇怪的煙菜石 我在這裡... 浪費了十分鐘 呵... 這不能拿 有一個奇怪的煙菜石... 這不能拿 那我是你... 呵呵... 開玩笑... 呵呵呵... 太誇張了啦... 呵呵... 你這個提示給太晚了... 我那已經拆開了... 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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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 好... 再把這家屋推開是不是 走開... 欸... 推不開... 好... 呵呵... 你們在開玩笑喔... 呵呵... 呵呵... 唉... 好... 沒關係... 這提示太晚給了吧... 明明就看到我過關了才說... 呵呵... 好...我們看一下... 這是... 喂... 你幹什麼... 春宮圖啊... 呵... 偵查警... 好...反正就開了... 不是我... 呵呵... 好好好... 這個可以拿嗎... 飯糰硬邦邦的... 這個可以推嗎... 好好好... OK... 呵呵... 人家是店員... 還想推人家... 呵呵... 要推一下啊... 這個可以開嗎... 眼圈的神裝又打不開嗎... 哇...這個... 啊...卡關... 不舒服... 好...那... 我們一間一間看好了... 看看這個神裝... 我沒有想推倒人家把推開而已... 呵呵... 仓庫的門開了... 嗯... 好... 不能接近那個河川... 可以推你嗎... 不行... 好...我們就從頭開始看... 就看到底... 漏...漏掉什麼東西... 哇...這個玩法讓我想到... 像那個... 第一關的古... 古宮春篇就是... 也是這樣子... 就是... 需要繞...繞很遠的距離才可以找到... 恩... 找到答案這樣子... 也沒有很遠啦... 這其實也只有一個而已...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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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開始... 噢... 好... 它開始動了耶... 沒有點...燈... 旁著毛筆... 好...這不用看... 這我們看過了... 我沒有...其實我沒有很像... 我只是想... 推...推倒這一關而已... 呵呵... 破圖... 可以把狸貓推開... 欸...對齁... 都忘記還狸貓這件事情了... 我們去推狸貓... 推倒狸貓... 走開... 你要...你要上哪去啊... 恩... 這底下...只是普通倉庫而已喔... 是...是這樣喔... 不理你... 我以為它會直接把我打死... 欸... 好...那我從...下面往下推... 欸...不能從上面往下推... 看什麼看... 好...那應該不行了... 我已經三次了... 等下第四次它把我殺掉怎麼辦... 好...那就不行了... 咦...那我要做什麼呢... 我已經把眼神裝都給穿起來了耶... 那我們看這邊... 沒有點...燈... 好...這邊沒有東西... 恩... 可是我穿著你家的神裝呢... 你怎麼...一點反應都沒有... 我們直接跟它講話看看好了... 搞不好它會直接讓我過去... 欸... 蛤... 靈貓表示我竟然把你推倒了... 我推你... 咦... 這倉庫太離譜了啦... 花了那麼多時間... 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的神裝... 對我完全沒有反應是哪招... 可是好...好有趣喔...他竟然可以這樣子... 我們想想看啦...接下來要做什麼... 可以推倒你嗎... 哈哈哈... 好...這邊也不行... 奇怪...我到底要做什麼呢... 今天時間很短暫耶... 神裝打不開... 我哪有... 好好玩喔... 這邊也沒有的花啊... 奇怪...我到底哪裡還有什麼... 沒有解到的地方呢... 這個花... 這邊也沒有東西啊...奇怪... 嗯... 到底是漏掉哪裡呢... 可以toktok... 好好好...我去toktok... 呵呵呵... 神...神... 奇怪...我會漏掉喔... 真是的... 好...我們去toktok... 你嗎... 不是你... 你嗎...欸...你真的穿過去了... 欸... 可以toktok... 居然是人類...真稀奇啊... 嗯... 我選出話了... 重程度嚇不倒我的... 看來有點奇怪的人類啊... 要是普通人... 都會被嚇到一溜煙的逃走了... 因為我習慣了... 呵呵... 話說回來... 你的同伴... 頭...頭...頭不見了耶... 怎麼回事... 喔... 的確如此... 他的頭被惡鬼們取下了... 不知帶往何處... 倘若你們能找到的話... 可否把他裝回去呢... 有鬼出木嗎... 好可憐喔... 我一定會找出來的... 喂喂... 不要隨便答應人家... 老闆了... 呵呵... 我們這樣就答應他了... 我們去找他的頭... 我...我沒有中二... 呵呵... 幹什麼啦... 呵呵... 我跟你們講啊... 就男生都有一顆中二的心啊... 呵呵... 好...我們去找...去找一下... 男生都有一顆中二的心啊... 呵呵... 每個男生心中都有一個中二的小地帶... 呵呵... 呵呵... 我們找一下...就是... 找一下他的頭... 欸... 你這個門怎麼開開了... 欸... 我剛剛沒有關門嗎... 我看過他的頭嗎... 真的假的... 呵呵... 我都忘記了... 真的忘記了... 我看過他的頭... 欸...等我一下喔... 好... 我有看過他的頭... 真的假的... 他頭在哪裡... 等我一下... 哼... 那個... 都會跳掉... 蛤... 我有看過他的頭... 嗯... 我在哪裡看過他的頭啊... 是這個嗎... 這個是虎吧... 喔...今天...今天真的... 整個解謎狀況超級不好... 嗯...今天解謎的情況不好... 這個啊... 這個是他的頭... 不是吧... 那這個是... 呵呵呵... 那不是他的頭吧... 嗯... 猜猜看猜猜看... 是你嗎... 你是他的頭... 呵呵... 好...我們去找一下他的頭... 嗯... 我們剛剛有看過他的頭喔... 真的假的... 你的丸子到底不來是... 店員你在幹什麼... 欸...我已經看完了耶... 嗯...我想想看... 剛剛有漏掉哪個地方有他的頭呢... 是你嗎... 嗯... 咦... 其實你們的地方有什麼東西才對啊... 喔... 喔...喔... 煙菜...煙醬菜的石頭... 唉唷...拿煙菜的石頭當中他的頭... 真是的... 呃...我都忘記要怎麼過啦... 啊怎麼辦... 這樣嗎... 好像不對齁... 對...好像不對... 呃... 欸... 剛剛是這樣子嗎... 欸...剛剛是這樣子嗎... 好像你不太一樣可是... 好吧... 嗯... 師父... 這個不是又是... 薄犬獎的頭嗎... 聽你這麼說... 確實是呢... 居然被拿...當... 拿來當... 煙菜石了... 得到薄犬的頭... 呃... 怎麼會這樣... 那哪像頭啊... 那是石頭... 石頭... 箱子...什麼箱子... 喔...喔你在跟我說那個... 好好好... 來裝回去... 沒有頭呢... 欸... 好... 找到我同班的頭了嗎... 嗯...我們找到了... 被當作... 煙菜石了... 何等屋裡... 幫我找到同班的頭... 感激不盡... 雖然談不上什麼謝禮... 神室內的和服... 儘管帶走也無妨... 欸...他幫我開門了... 有一種菜味... 嗯... 只要... 披上那件和服... 普通人都感覺不到你的氣息了... 好像... 相當有趣的東西呢... 好... 哇...我這樣身上越穿越多這樣對嗎... 先躲掉... 喔... 得到了神服艙... 喔... 酷... 呵呵... 相當不錯的寶刀呢... 沒有點燈... 難懂的書籍沒有點燈... 我們來看這個... 呵呵...你那個人就不會擋我了吧... 好...我來做一個惡作劇... 來偷看東西... 欸...他真的不會發現耶... 欸...他本來就不會發現這個... 等一下... 好...他本來就不會發現... 嗯... 就這個... 欸... 喔...是這件把我擋住對不對... 可以說話嗎... 呵呵... 我在這邊換裝被趕出去吧... 喔...有小偷... 喔...我被趕出來了... 呵呵... 好...我們就是小偷... 喔...你把這個偷回家了... 櫻花... 嗯... 有一本名為... 和味男人中的男人四的書籍... 哇...出到第四集了... 嗯...這就是雪小姐給我看的書嘛... 和味是男人中的男人... 收納著和服之類的小東西... 想喝熱茶... 等一下...他是什麼... 沒有點燈... 欸...我剛好看到什麼東西... 我剛好有瞬間有看到什麼東西...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什麼可以偷著... 收納著和服... 嗯...沒有點火... 欸...那我進來就是什麼... 嗯...還有什麼地方... 喔...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賣...賣煙...賣...賣東西的那個地方... 這可以講話嗎... 呵... 喔...幫你拿丸子對不對... 好...哪有拿到丸子了... 你哪有忙死... 你明明就是在裝忙好不好... 這個... 在一般打工的時候常常這樣啊... 就是看到感覺他很忙... 其實他在滑手機啦... 呵呵... 一句名言呢... 風鈴火山... 有沒有... 他完全不知道在忙什麼啊... 就只有一個丸子而已啊... 就一個客人而已... 你看... 每個人打過攻擊... 大家要知道啊... 就是要裝忙對不對... 啊...希望這裡不要有老闆... 本老闆聽到怎麼辦... 好...坐起來... 看一下這邊... 這邊還沒看過... 好...這邊沒有東西... 琉璃台... 琉璃台... 欸... 你裝忙不要擋住我... 好...幫你...給你... 你的丸子來囉... 喔...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要不你也來一隻如何... 啊...不用了... 我比較想問... 關於河川出現惡靈的事情... 喔... 這件事情嘛... 是提到性子了吧... 性子是指豬排嗎... 你了解他生前的事情嗎... 多多少少... 老夫就是這個家丸子店的常客... 而性子才是... 這裡的... 看板娘... 真的又開朗又乖巧的女孩呢... 安逸掰掰 晚安喔... 為什麼那位姑娘會死去呢... 等一下啦師父... 想進行一行... 老夫也不是很清楚... 小鎮通側有一條河流吧... 謠傳說她可以... 可能是因為走夜路... 加上視野又差... 而不斷... 而... 而不慎的... 失足落水... 好可憐喔... 跟性子在同一個... 丸子店工作的英子... 好像和她關係很好... 說不定... 她會知道更詳細... 是嗎...謝謝你... 好...找英子... 英子... 欸... 你會說性子嗎... 我... 我的確是跟性子感情很好... 性子姑娘是怎麼樣的人呢... 性子真的是很開朗又親切的女孩... 大家都拜倒她的石流群底下的... 也有人來店裡是為了專程來看她的... 那...的確是很有價值的... 什麼價值... 的確是有價值啊... 什麼價值... 那樣的女孩... 即使成為幽靈後... 能繼續治療人士呢... 我這個也不太清楚... 是嗎... 讓你想起難說的回憶真的抱歉... 結果... 還是不知道性子小姐作為幽靈治療人士的原因呢... 是啊... 鼓起也去性子小姐家看看吧... 欸... 你問性子小姐家嗎... 性子小... 啊... 性子家過鬼手橋的前面喔... 不過我現在想... 應該是一個空屋了吧... 是嗎... 謝謝... 我覺得跟你好像有點關係喔... 你該不會... 剛剛表情有點怪怪的喔... 你該不會覺得... 看板娘... 被性子搶走... 你就感覺有點生氣... 然後把她推到水裡了吧... 這故事常常發生啊... 該不會是這個樣子吧... 啊...怎麼... 怎麼外面多了那麼多人... 啊... 好想快點回家滾來滾去啊... 勸你不要扯傷關係比較好... 沒錯... 要不然連你都會被殺掉喔... 我會多加留意的... 啊... 竟然是一模一樣的劇情... 你呢... 欸... 你們三個三姑六婆... 呵呵呵... 好...竟然不告訴我訊息...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間丸子店... 喔...這個...喔...那個是老闆娘... 那我們現在要去性子家... 你覺得就是... 真的就是... 好...那...那我們這邊就沒有東西了耶... 那我們要往右邊走嗎... 天啊...我現在什麼都沒有... 隱身...幽靈看不到吧... 呵呵... 不是吧...隱身幽靈應該就看不到吧... 我們先存檔好了... 免得... 等下我白木的... 換裝就死掉了... 欸...沒有耶...他沒有抓我捏... 鬼手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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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呵呵... 看看地藏王... 總覺得... 想起了討厭的回憶呢... 喔...這次是想起了第一集的時候... 就是... 呃... 地藏王說要食物... 給他食物... 他就把我打死了... 呵呵... 好... 這是第一集的故事... 今天我們就玩到... 9點40分... 對... 因為明天要面試啊... 就要早點起床... 哼... 算是中午以後啦... 可是就... 還是早點起床比較好... 等一下... 欸... 他突然這樣子追過來... 等我一下喔... 哼... 有點可怕... 等我一下喔... 感覺...那個藍藍的... 最後這邊衣櫃的顏色... 不太一樣了... 就想起以前的回憶了... 他應該是杏子吧... 剛才是... 小姐... 好像拿著什麼東西... 慌慌張張張的跑出去了... 書本... 雜亂放在地上... 沒有點燈... 這是杏嗎... 等一下師傅... 池永杏子小姐... 您... 過得還好嗎... 我這裡因為家族事業而不得不前往... 京城... 那個地方還是一如往常的... 往常的人生頂費... 我找到一家美味的甜點店鋪 因此... 下次與杏子小姐會面時... 想介紹給您... 我會購買紀念品帶回去的... 還請好好期待... 西園... 是... 兩... 鏡上... 嗯... 看來杏子小姐有著愛慕者呢... 杏子小姐會自留於人士的原因... 會不會跟這位西園士少爺有什麼關聯呢... 誰知道... 到現在還摸不... 摸不著頭緒呢... 嘶... 哇...今天口齒不清啊... 怎麼辦...找不到... 怎麼找不到... 什麼聲音... 找不到那個東西... 蛤... 出...出現了... 等等師傅... 欸...喔...我要走是不是... 喔...剛差點... 這次沒有給我存檔欸...真是的... 欸...有了...有了... 給我存檔點...太棒了... 喔...這遊戲也是單一級的局... 所以說...這裡...這裡... 啊...不對不對... 你看看不到我嗎... 啊...幽靈看得到的... 幽靈跟人不一樣... 欸...這邊...不對嗎... 欸...我以為這個是可以過去的... 好...那我推開那個... 那個草看看好了... 欸... 佐伊安安喔... 蛤... 米帶...啊...米帶... 就米帶... 有點... 很嚇你... 為什麼你只會追在我啊... 走山草開了嗎... 明菜... 好...OK... 你把一個... 這...怎麼會... 蛤...發生這種事... 騙人的吧... 蛤... 蛤... 死掉了... OK... 那我表示說我需要在裡面就找到... 關於那個... 到底要接下來要做什麼... 我看一下... 我沒有逃跑... 其實... 英子小姐到底拿走什麼東西... 要我猜... 英子拿走什麼嗎... 可是我不知道英子小姐拿走什麼東西啊... 呵呵...卡關了齁... 卡住了齁... 等等師父... 嗯... 看一下這個... 也不對... 看一下這邊... 這邊... 啊... 啊...不是要逃跑... 喂...明菜你在做什麼... 內... 信子小姐... 你在找什麼嗎... 記... 欸... 那個字記吧... 我在找法記... 欸...你臉變正常了... 法記... 是戲院之少爺送我的重要之物... 弄...弄丟了嗎... 不知道... 我明明珍藏在櫃子裡好好保管的... 但現在... 不見了... 啊... 怎麼了... 師父...門口燒起來了... 怎麼這麼突然... 存檔... 為什麼給我這個時候這個存檔點... 我會燒丟嗎... 好燙... 嘿... 喔...OK... 我們來調查一下... 啊...啊... 他們有時間在跑耶... 絕體絕命... 呃... 這個送給我這個... 等一下... 他們不會玩這個的... 啊... 錯錯錯錯錯錯... 啊...錯啊... 等一下... 重新... 毒擋... 呵... 喔...喔...喔... 燒起來了... 我們重新毒擋... 呵... 推... 喔... 這個是騙人的... 既然這個是有這種東西... 其實我對這個有沒折啦...怎麼辦啊... 不對啊...要死了... 喔...我知道...我知道...我看出來了... 呃...死了... 好...我看出來了... 哼...我看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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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出來了... 哼... 沒有啦...其實我沒看出來了... 我騙你的啦...我還沒看出來... 等一下... 呃... 我們先慢慢看一下... 哼... 找到了... 哼... 哼... 好... 過關... 哼... 到底是誰做這種事情... 哼... 杏子小姐走掉了嗎... 總而言之... 我們先去找杏子小姐... 流失的法技吧... 好... OK... 哇...整個...燒起來了... 誰會做這種事情呢... 想想也知道...有可能是英子啊... 有可能...也可能是那些三姑六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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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什麼的... 哼... 有可能是他們兩個做的事情... 對啊...他們兩個...我覺得嫌疑最大... 好吧...那我們今天就玩到這邊... 今天就...比較早休息休息... 如果...明天...明天有時間的話... 明天七點半到九點半... 繼續玩...這裡有太陽把它玩完... 對... 好... 那...我們今天玩到這邊... 先做存檔... 這是我們第一集的... 《柳太郎傳記》 騎著三篇... 《柳太郎傳記》... 《柳太郎傳記》... 《柳太郎傳記》...